过去很多股评人和投资机构都主张分散投资,不要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男子内。究竟今时今日是否仍是稳妥?投资必胜的金科定律,红白宫今日就想与读者,分享股神巴菲特老友,也是最佳拍档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的投资智慧。 芒格近月就对分散投资提出质疑,指出以非万无一失的策略。98岁的芒格早前出席期下报写《Daily Journal》的股东大会,并打开金口,唱谈投资心得,不少粉丝有幸袋钱落袋,集中投资或能闯出一片天芒格首先话多年以来他确是曾认同分散投资, 也就是所谓建立多元化投资组合,而且这策略可以为聪明的投资者带来大约百分之十的回报。 不过,芒格又突然话锋一转,指出现时已难以给予年轻人一个一刀切的投资建议。 尤其是现时投资市场已变得越来越复杂,分散投资再不是一个万无一失的策略。 至于巴菲特,他也是崇尚集中投资,但前提是要有能力分辨到哪些是回报率较高的资产。 他认为,应该将全部鸡蛋放在最结实的栏中,然后好好看管。 另外,巴菲特建议采用二十分之八十法则,由少数百分之二十的投资创造多数百分之八十的收益。 也就是集中投资的概念。 是想想,如果在2020年开始爆发新冠疫情时,集中火力吸纳新经济股。 回报一定理想,但若分散投资,买入大量旧经济股,反而是拖后腿,若持有宣布停派息。 股价插水的汇丰控股00005,更是财息兼失,可能最后是一个限制。 年轻投资者能承受较高风险。 相比分散投资之下,集中投资更适合他们。 另外,芒格亦对Daily Journal增持阿里巴巴09988股份作出回应。 Daily Journal是在2021年第一季建仓阿里巴巴,及后再作出家仓。 芒格认为,至少耳目前来看,买入阿里巴巴股票的风险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大。 它有大赞阿里巴巴非常有竞争优势。 哪怕是在竞争激烈的零售领域,也极具优势。 对于持有阿里巴巴的股民。 芒格仗是派了一粒定心丸。 在3月港股大崩盘时,阿里巴巴股价曾低见71元。 客到不少支持者,及后随着大使V型反弹,以及宣布回购股份由150亿美元扩大至250亿美元。 阿里巴巴随即大反迫,截至周一,4月4日,收报113.7元。 由低位累积反弹6成。 在芒格加持下,马云的粉丝可继续持货。 港回汇控。 在预期美国联邦储备局加快收水下,大笨象走势以今时不同往日。 股价在50元以上徘徊。 联储局最快会在下月便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 而且今年议息会议或会出现单日便大手加息半离。 汇控色差有望阔阔,要可跑赢大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餐计划